学习太义拳 从哪入手开始学习呢 很多初学太义拳朋友呢比较迷惑 那么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下 我们上下盲装训练营开营第一天 同学们预兆的这些问题 我们在群里呢给他调形调身法 答疑解惑也许就是你的问题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今天是我们上下盲装训练营开营的第一天 同学们呢学习热情都非常的高 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第一天嘛出现的问题是特别的多 那么就有机个别的同学呢 学习的方法老师一定看到了 他是不对的他是拿了是结果来给自己对照 那学习太习拳呢一定要循习渐进 就是从一到二到三 这样呢你的太极之路会越走越远 下面我就说一下在训练营第一天同学们出现的一些的错误 有的同学呢做上下盲装训练身体呢是往前倾斜了 那么没有做到立身中正 还有的同学呢做呢就是开合 过了云点太大了 还有的同学呢做上盲手主动往上抬了 咱们内功功法都是以内带外 而不是肢体的运动 虽然这都是一些同学出现的问题 还有很多的同学因为是初学者嘛 很多同学基本上都出现了什么问题 就是上下频率不一致 上下的频率一定要一致 上下相随 很多同学第一天都没有做到上下相随 还有的同学呢就是在上下盲装呢 没有精神塌炫了 就这样塌炫了 怎么回事呢 一个是没有提顶 一个呢是鬼息了 这都是身法上的一些问题 在训练营呢 还有很多很多同学出现一些问题呢 如果是说的话 真是那需要是一天的时间 因为训练营的同学也非常的多 那么我们训练营呢 就是给同学们在虚当中有什么问题 给你纠正身法 给你调刑 给你答疑解惑 让这是万能的功法呢 从里到外都让你练对 只有你练对了 那么在你身上呢 才能显入出这是功法的一个奥秘所在 这是功法 就是破解泰拳的一把万能钥匙 我们也俗称的是万能的功势 这是我们训练营第一天一小部分同学呢 那一些问题 因为训练营呢 老师是给他调形 调身法 那么他会做正面 做上几个 侧面 做上几个 老师呢 给他呢 是纠正一下身法 同学们呢 在这七天里呢 每天纠正一点 每天纠正一点 逐步呢 把这些上下矛盾庄呢 练到身上 再加上我们的直播课程里的 老师讲的是细节核心的功法 心法 这是个双修的一个训练营 这种模式 你是否喜欢呢 可以在评论期留言 上下矛盾庄这一事呢 简单一学 适合所有的人上功快 他呢 又是个逆腐式呼吸 养生效果好 充养 丹田之气 但是呢 咱们第一节课 有个同学 就问出来了 呼吸的问题 第一课呢 咱们讲了 首先呢 把你身法一个框架 先做对 对吧 然后后面 我们专门在讲 逆腐式呼吸的一个问题 想学习太前 不知道从哪 入手开始学习呢 那么你不妨 就从这仪式 上下矛盾庄中 就能找到答案 好了 今天呢 就到这里 我们第二天的训练内容 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的 欢迎你评计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太极拳装功 功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